现代人工作压力大 不少人都有肠躁症的问题 卫福部资料显示 全世界有七分之一的成年人有肠躁症 在临床上 肠躁症特征是慢性且反复发作的腹痛、腹脏、脏气 与排便习惯的改变 除了寻求治疗 高雄荣总营养师林建宇建议 可以采取低负敏饮食来调整体质 专家研究发现 一些食物中存在短链碳水化而物 会在小肠中难以被吸收或消化 导致肠道中吸水膨胀或快速发酵产气 引起肠胃不适 研究证实 在实施低负敏饮食2-6周后 约3分之3肠躁症患者的症状会获得改善 那么高负敏与低负敏食物有哪些呢? 高负敏食物蔬菜里有 芦笋、花椰菜、甜豌豆等 水果类则有苹果、樱桃、芒果、西瓜 乳制品则包含牛奶、优格与冰淇淋 低负敏食物部分 蔬菜建议的有茄子、高丽菜、青椒、胡萝卜 水果类有哈密瓜、绿色奇异果、柑橘类与凤梨等 豆蛋奶类可以选择乳糖含量低的起司、牛奶 避开加工食品 豆腐以传统版豆腐为优先 另外像是全骨杂粮类 小麦、黑麦、大麦面包都是高负敏食物 建议用玉米、燕麦、梨麦及米饭来取代 糖类则建议黑巧克力、枫糖浆与蔗糖 取代高负敏的高果糖、玉米糖浆与蜂蜜 人间福报王淑芬、高雄报道